每年到了五千節 郭北的中情各校都會期望 多當邀請學生的媽媽 做回來慶祝 因為今年剛好疫情的關係 只好來縮小規模 透過的親手做巧克力 和無情節的卡片 來表達對媽媽的愛 也希望透過這次的實質可動 可以讓孩子知道 媽媽平常時的辛苦 因為五千節在不夠了 郭北中情各校的小朋友 為了感謝媽媽平常辛苦的付出 所以特別利用上課時間 藉著巧克力花束 跟無情節的卡片 來表達對媽媽的愛 今天回去我會把 這個巧克力花束献給我媽媽 然後我會跟她說 母親節快樂 這個花束我會想要献給 我的媽媽 現在我要大聲對你說 母親節快樂 我們今天透過這個活動 讓小朋友實際來操作卡片 把一些感恩的話語 平常不敢講的話語 記錄在卡片當中 用滿滿的愛來感謝媽媽平常的付出 透過這座客廳 來讓每個小朋友 運用自己的創意 將自己摸摸的愛 表達在作品之上 其中 有老師跟小朋友 用塑膠樓來作成花園 每次花束再利用的理念 因為這樣經燒 我們還利用了環保袋 讓它點綴得更漂亮 把愛媽媽的心 再藉由環保意識 結合跟生活教育 希望天下的媽媽們 大家都能夠在母親節這一天 能夠快樂 翁妮中正國小母親節都會基盤欽作花園 邀請媽媽作為參加 但今年疫情的關係 這年少許幾乎 利用手續客廳 讓學生孩子住在家 表達對母親的愛 今天因為 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響 所以以往 我們母親節 那個盛大的活動 那今年這個部分 就稍微縮減了一下 但是呢 為了讓孩子們 表達出對媽媽的感謝之意 那希望孩子呢 藉由這個課程的進行 把這些 製作過的 這個成果 那今天放學之後 帶回家 讓媽媽能夠 感受到 小孩子 對她的 心裡面的感謝跟愛意 雖然今年的慶祝 外島沒有親像一翁成大 但是這要讓學生孩子 可以去參加這作作品 讓今年的母親節 可以有一個不一樣 感情溫暖的氣氛 父親節快樂 記者立不立場報道